新竹市长林志坚抛出新竹县市合并议题 争取升格成为台湾第七都 却被质疑是为了要延续自己的政治路 我最主要的考量就是觉得 如果新竹县市没有合并 我们的发展一定会受限 一再强调是为了政策发展 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也在脸书上替林志坚喊冤 柯建民强调他赞成新竹县市合并 但也说了不一定对民进党有利 不过仍然引发争议 如果是为了新竹县市的整体发展 第一要证明说不是因人设施 因人修法 国民党新竹县立委林维州也是赞成合并 不过却也强调不该因人设施 但他主张的跟林志坚不一样 如果要新竹县市合并 那还不如竹竹苗合并 目前都已经是科技带半导体生活圈了 把苗栗放进去也被解读是因为苗栗 来营大票仓对国民党比较有利 那被点名要选新竹的高宏安呢 提出新竹县市合并的概念是很好 但是我们不应该是因人设施而量身定做 林志坚成为标靶 因为这时间由市长提出县市合并 难免被解读是政治考量 新竹提出要升格 但彰化县才是六都之外 人口数最多的县市 人口数达到160多万人 但县长王惠美则认为 均衡发展比升格更重要 县市合并有关选举选区 在台湾又有共识 难度非常高